大家好,我们在介绍完NGICS的流量控制之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NGICS的监控 一个服务的健康是否与我们运营人员细细相关 当一个服务出现问题时,如何在第一时间感知并恢复业务相应的监控告警就排上用场 然后在生产环境中,其实很多现在都借用第三方监控工具像普罗米欧斯、Zafix等都可以监控NGICS 然后在这里我们讲一下用脚本来监控NGICS端口是否在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有两个,一个是基于外部的进程监控 还有一个是端口监控 关于进程监控呢,其实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它就是比较NGICS的Worker进程和它的Master进程和它的CPU核心数比较 看它是否达到了最优化 然后还有一个基于外部的端口监控呢,就是检测 NGICS端口是否存在,这个我们可以在机器上试验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NGICS.sh 然后这个里边呢,定义了一个函数,FUNCTION CHECKER NGICS PART,检测它的端口 然后我们用SS-AMPT命令呢,来看看它的80端口是否存在 然后把这个输出来的内容定向输入到TIM下 然后如果上一个命令的只等于0,则我们输入NGICS 80 实在的,最后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脚本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脚本 可以看到我的80端口实在的 因为我的NGICS是起在的,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个脚本短短的几行呢 就可以让我们监控出NGICS到底在不在 然后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NGICS在监控方面呢 它还可以使用模块监控 像这个StableStadius模块监控 这个模块呢,提供了基础的NGICS状态统计信息 要使用,但是要使用此功能的话 前提在编译安装时要指定这个参数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虚拟机上设计试验一下 首先,我们在我们这个 我的这个pd是在etc-ngex-conf.d 在我们的这个access.conf里边 添加一个关于NGICS模块的location 也就是启动这个监控功能 location-ngex-studios 然后它这个启动,开始启动 然后把它的日志给关了 然后允许它自己本身访问 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NGICS 然后呢,来进行验证测试 这块呢,单独做一个用于信息统计的虚拟主机 就是我们 没有必要在自己已经有的虚拟主机 里加入那个功能 然后专门用它做一个 放信息 专门做一个监控 就是这个 信息统计 这个虚拟主机的网站 然后我们来验证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因为我刚刚这个里边的端口是8080 然后在这块呢,输入NGICS-studios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返回信息 然后在这些返回信息中呢 就是Active Connections 就是可以显示出当前活跃的客户端连接数量 然后Accepts 到目前为止总共接受的客户端连接数量 然后Handels 到目前为止以处理的连接数量 然后Quest到目前为止 总的客户端请求数量 还有这些其他的 其实NGICS的这种监控功能呢 除非是那种 有统计这些信息特别有用的 不然一般我们在生产环境中都是不太用 关于监控它的性能什么的 都是用第三方的监控工具 像什么ZUX ZUX 普罗米修斯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块关于NGICS的监控呢 就简单的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块关于NGICS的监控 我们在这块关于NGICS的监控 这块关于NGICS的监控 CYC的监控